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学友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歌神身份 作为一个歌手 张学友唱过不少快智人口的歌曲 是香港的四大天王之一 谁能想到 这个才华横溢的歌手居然还是一个宠妻狂魔 他的妻子三年换21个费用 被人诟病不已 张学友却毫不犹豫地支持妻子 作为天王嫂 罗美威究竟有何魅力 让张学友十年如一日地宠他 爱他呢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群星璀璨 但凡是外貌出众的女孩都梦想自己 有朝一日可以成为舞台上璀璨的星星 可是罗美威却不一样 父母离异 从小和外婆生活在一起的他 性格敏感 不喜欢与外界交流 那时候的他就想当一个简简单单的前台小妹 于是他进入了新一层娱乐公司 只是命运注定不能满足他的期望 他的外形条件实在是出色 在娱乐公司工作犹如羊入虎口 很快他就引起了公司老板黄百明的注意 或许有人对这个名字不熟悉 但是一定听过开心鬼 开心鬼系列就是他自导自演的 年轻帅气的青年和青春靓丽的少女 很容易互相吸引 尽管张学友那时候并没有拿得出手的成绩 罗美威还是对他关注了几分 真正开启两人情缘的还是要数那段吻戏 昏黄的灯光下 剧情里的人物倾诉缠绕 剧情中的二人也在这个吻中动了心 作为一个男人 张学友下定决心要追求罗美威 郎有情 妾有义 1986年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可是两人的感情之路却没有那么顺利 或许现在很多人觉得 罗美威能够成为天王嫂是他的荣幸 而他还赤宠而骄 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做法 然而对于当时的张学友来说 罗美威才是事业如日中天的那一个 罗美威出道后 身后就有许多大佬为他保驾护航 他的两个干爹邓荣光和何冠昌来头都不小 首先是何冠昌 作为家和影视的创始人 他捧红了无数明星 其中就包括成龙 红金宝 就连享誉国际的功夫巨星 李小龙也是他们公司的 因为他们的关系 罗美威和梅艳芳的关系亲如姐妹 至于另一个干爹邓光荣 则是当时香港的黑道大佬 有这些人被他保驾护航 罗美威在娱乐圈的路走得非常顺利 在这种女强男弱的情况下 张学友心中也难免生出几分惆怅之意 尤其是在示意自己事业下滑的时候 所有的郁闷都化在酒水中 被他一口关下肚子 罗美威是真心喜欢张学友的 自然不愿意见着他 烦闷训酒的模样 他希望男友可以振作起来 继续努力 毕竟娱乐圈里 几十年里没有出头的人 大有人在 张学友虽然失败了一次 但毕竟有他在身边陪着 不可能一辈子都一事无成 可是那时候的张学友心中苦闷至极 怎么可能被女友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劝住 眼看着女友来真的了 张学友懵了 很快他就清醒过来 他也是真的喜欢罗美威 否则不会当初毫不犹豫地追着对方 他不认为在离开女友后还能遇到更好的人 所以在看到罗美威分手的决心后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这段时间恰好张国荣退出乐坛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趁着春风扶摇直上 他在歌坛上真正开始发力 1991年 他一曲吻别让他视野达到顶峰 至今吻别依旧是许多80后 90后KTV必点的歌曲 张学友也成功把女友追了回来 最初罗美威就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 在和张学友分手的日子里 他也没有闲着 凭借现代应招女郎 这部获得金马奖最佳女配提名 在娱乐圈闯荡了一圈的他也累了 所以在找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后 罗美威也渐渐淡出娱乐圈 张学友好不容易才抱得美人归 对他的选择无条件赞同 96年两人结束爱情长炮 步入婚姻的殿堂 而后又在00年和05年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过上了一家四口的幸福生活 然而在此期间 罗美威却患上了非常严重的洁癖 她希望家里可以做到一尘不染 每一次出门后都必须要消毒 衣服也必须要仔细清洗后才能穿 这些要求让在他们家中工作的费用感觉非常苦恼 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达到罗美威的要求 可是罗美威没有一丝妥协 为了让自己满意 她三年时间更换了21个费用 那次她也被专门管理费用的机构列上了黑名单 其实费用在香港的地位不错 因为他们的工作都非常温柔细致 口碑非常不错 所以带大家看来 罗美威的行为是在故意为难家中的费用 故意刁难他们 她退出娱乐圈了 于是这些人就把矛头指向张学友 此时功成名就的她 却没有对妻子有分毫不满 面对众人的指责 记者的袍根问底 她也不曾埋怨妻子 坚定地和妻子统一战线 在此期间 有不少人都无意 有意地挑起俩人的矛盾 奈何张学友是个宠奇狂魔 无论外人怎么说 她都没有放心上 不仅如此 为了保护妻子和女儿 她把这些风暴拦在门外 让妻女可以过着平静的生活 如今的张学友 早就不是当初那个 没有多少地位的少年了 可是即使过去这么多年 她深爱妻子的那颗心 依旧没有一点改变 这和娱乐圈那些绯闻不断 风流成性的人 形成鲜明的对比 她宠爱妻子的行为 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而如今的罗美威 已经离开娱乐圈 很难再找到她的消息 不过偶尔会有一些媒体 可以拍到她的身影 时光没有带走她的美貌 反而为她添了几分成熟的韵味 她和张学友的感情 看起来也非常好 爱意在两人中间流展 近日 港媒曝光了张学友的一段访谈 视频中 她直言自己家中有两个女儿 母亲和两个宠物 而她绝对是 家里地位最低的那一个 不仅如此 她还需要照顾宠物 给她们洗澡 喂食 打扫卫生 这种事情别说是天王了 普通家庭的人 都无法做到这个地步 好在妻子喜欢下厨 否则天王需要做的事情 恐怕还要在家上一样 当记者问张学友 喜欢吃什么的时候 她非常聪明地回答 只要妻子做的 她都爱吃 虽然视频中 她一句都没有说爱 可是言语之间却全是爱 命运真是奇妙 当时想要当一个 前台小妹的罗美薇 恐怕怎么也想不到 会在日后 有这么美满的一个家庭 如今 两人的年纪越来越大 希望她们的感情 会越来越好 真正做到 从青丝到白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